根据辽宁省沈阳市法院官方消息 篮球名帅杨明与妻子唐家良的离婚案 将于12月12日上午10点开庭 也就是说 昔日夫妻最终还是要法庭见了 关于杨明出轨的报道 在2021年就于网络上流传 之后进行了辟谣 如今 杨明妻子唐家良发文强烈暗示感情彻底破灭 写道 在罪恶中游泳的人 必将在悲哀中沉默 随后 网友们强烈关注双方的离婚案 网友之所以如此关注 也因为杨明太火了 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篮球名帅 长得帅气 正在事业上升期疯狂吸粉 称得上是最具人气的篮球教练 没想到 他可能只是一个渣男 总而言之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杨明以及妻子 小三的消息 吃瓜归吃瓜 既然法庭见 我们坐等判决结果吧